我刚才讲的故事就拿了用了 那个不得了的现金 那有谁在管理吗 我们这句天天在讲的这个慈悸 我相信那所谓我们很尊敬的上人 他应该对这个事情不了解 但底下人不得了 你看每个基金会 等一下可能都会提到 什么什么基金会 财团法人慈悸学校基金会 或是慈悸学校财团法人基金会 这就不是前面后面一放就不一样了 每个都一百亿以上 其实文雄哥 你们都把责任推给下人 其实我们这只是讨论发现 上人不可能不知道 应该知道没那么深入了 为什么每个基金会都百亿百亿的 这不得了 您了解 有些公司资本额也没到一百亿 一百亿的公司不多 一百亿很大到不行了 我们开家银行 当时规定银行要一百亿的资本额 对不对 那这个他每一家基金会都变成银行 而且那个钱 那我就说一百亿的钱哪边来 当然是大家的善款 这个当时大家觉得你善款的时候 你有跟大家讲说 你们的钱我都不用 我就开始来买财产 然后经过一百亿 有一千亿以后 我就分成十个二十个基金会 这也奇怪 那天我听到施兆会说 这个钱是要来盖这个工厂 所以不拿去别的用 那也怪了 那我捐钱的时候 我并没有叫你成立基金会 那你成立基金会 你现在前方来去 甚至于说前两天 大家都在产那个 那个所谓的行政费 或水电费 水电费啊 我简单举了 就浪费你时间 它三分之一的床位 是长庚的 然后是 可能交的费用是长庚的 差不多十倍 对 十倍 三分之一和十一成改 三十 它一个床是长庚 用的水电是长庚的三十倍 实际回复是说 他们按照社福 会福部的方法 便利业会计科目 意思是说 言下之意是其他的五十家 没有这么做 没有啦 那一定是病人 从早上起床以后 就泡在热水里面 水一直加 一直浪浪流 不然怎么用三十倍的水呢 我实际说 三十倍啊 那就表示说 在这里面 有很多不是医疗行为的 实际可能有种 独特的水疗法 对 可能隔空传电 就传到哪里去 不然怎么电会 会这么厉害 水电的 因为那是有优惠的 水电瓦斯 不得了 那你们如果没有优惠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花那么多钱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在那边讲 有很多慈绩的朋友 慈绩的朋友的朋友 说不定的 也会来 跟大家说 哎呀 是不是可以放软一点 其实我们并没有打慈绩啊 我们只是要来透明啊 今天 今天的社会 这个核心价值 已经很清楚 就是要透明 要公开嘛 那慈绩连这个都做不到嘛 我看前两天开始 有些慈绩的内行的人 有一部分人 我这里面都有 都有 他们就写了信 给上人 说 真的有问题吧 不是你上人 所了解的 真的有些人是乱搞 可是有另外一种人 开始在 在line上面 开始在攻击 说哎 你看 这个 震惊 现实兵 彭先生 讲什么话 他讲的不对 不是 这个陈东豪 讲什么不对 他们也开始反动 可是你废这个心干什么 你干脆把他透明公开 大家就不会告你了 不是不会告你 不会跟你再讲 你就是不公开 学一学柯P吧 柯P本来也想要当和尚 他还好 他爸说他如果当和尚 还把他盖给庙 还好柯P没有去 他会打狂 就行 不是 他至少要公开 透明 到哪里 他如果家庙就不管他 好 我们不能在哪 柯P消费他了 毕竟他是 还好他老天 送了一个柯P来 台北市 如果是联社闻的话 一片祥和 但是臭不可闻 底下 然后 出来一个柯P说 很奇怪 就一个更白目的人 跑出来跟他对打 如果没有一个白目的那个人 今天 实际没有人去碰了 你白目 出来乱打 打到后来 你是经不起考验 你还是会打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名嘴要小心 你们要记得去考验 尤其是你要小心点 嘉宇 我们这边最年轻的人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当然 我觉得刚刚段委员所讲的 确实会让人质疑说 现在这些宗教团体 一直去买一些保护区的地 或者是说 是不是先战先赢 如果说这个宗教团体法 修法通过之后 那内湖慈悸的这个保护区 是不是就岂岂可危了 他以现在这个保护区 是不是就可以立刻个案变更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争议说 保护区应该放在 整个通盘检讨计划 里面来检讨 结果这个宗教团体法 反而去护航这些宗教团体 他去购买保护区的土地之后 就可以优先来个案变更 那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 等于就白费了 那再加上说 如果说他去占有了 国有财产的一些土地 他又可以直接占有五年之后 就可以直接来请购 申购的话 那是不是现在的所有宗教团 就可以开始 赶快去国有土地上去盖庙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整个宗教团体法 其实在立法院里面有两派 就是说这些宗教团体 有一派是支持这个修法 那支持修法的原因 可能就是希望说 能够赶快的 让这些违法占有的土地 可以赶快优先变更 或者是可以请购 那另外反对呢 反对的力量是认为说 现在的这些占有的土地呢 或者是财产的部分 财务的部分呢 不应该要公开 他们反对被这个公开透明 那以宗教团体法 过去的修法的案例呢 我这边有 在2004年的时候呢 就曾经有人 写过一篇文章说 从2000年宗教团体法 炒进以来呢 中台禅士 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 一方面是透过黄昭顺委员 在立法院权力的阻挡 虽然呢 当时有所谓黄昭顺委员的版本 但其实真正的用意 是反对立法 因为黄昭顺委员的版本 就是认为说 应该要全面的免税 而且呢 要废除这个整个审计制度 并且占用国有地呢 长达五年的话 就可以合法的来申购 那其实 另外还有一个争议 就是说 关于纳古塔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很多宗教团体 其实也是有销售一些纳古塔 那销售纳古塔到底要不要 算营业税 在黄昭顺委员的版本 他是认为说 销售纳古塔也应该要免税 但是邱泰山委员 他曾经有提出这个版本 他认为说销售纳古塔呢 应该要记录这个 营业税等等 因为其实对兵将业者而言 他们也是一样 也有销售纳古塔 可是他们需要缴税 可是如果今天到了宗教团体 进行一样的营业行为 却不用缴税的时候 当然就会引发争议 所以我觉得 整个宗教团体法的修法 后面是不是有立委在护航呢 其实答案非常的明显 所以才会从这个民国18年 整个这个寺庙监督条例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完成立法 整个立法的过程 长达了20年 甚至在立法院 整个四进四出 那当然立法院的一个角力 非常的明显 后面呢 不只是刚刚段元元也提到 不只是国民党的委员 其实民进党也有委员 在主导这整个修法 但是我觉得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就是说这几天以来的讨论 因为我今天早上 在我们内湖 去吃一家米粉汤 然后旁边就遇到一个民众 他就跟我讲说 最近看这个正经现实批 他觉得说 非常支持这个节目的讨论 因为他说 他妈妈就这几年来 捐款给宗教团体 已经高达一千多万元 我就吓到说 怎么可能那么多 他就说 就是零零种种 就是什么 去旅游啊 就是各种名目 就是一直捐款 然后生病也坚持 就是要去慈激医院 然后他 那他儿子就跟我抱怨说 可是他捐了这么多钱 可是去慈激医院看病 也没有打折 然后呢 也就是说 还要买衣服 就是说捐一百多万 才能买衣服啊 等等等 然后怎么劝都劝不听 可是我觉得 当然就是属于个人的信仰 但是我们今天要求的 就是说 当这些宗教团体 取之于名 应该用之于名的时候 照理说 基于横平原则 这些宗教团体 你来自于社会的捐款 你本来就是应该把你的 使用的 支出的名气 能够公开透明 供大众来检视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期待的修法方向 应该是在财务的部分 是能够公开透明 供大众来检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委员在护航 这些宗教团体 可以占用国有地 然后来取得这个财产的话 那我们觉得说 这个部分也应该要供全民来 一起来监督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委员 在强力的护航 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不是说 哪些委员 你可以在边黑箱作业 或只手遮天 我相信全民 如果共同来监督的话 这个宗教团体法的修法 应该可以马上的过关 好我们来看看 全台湾的十大宗教团体 他们的财务 是怎么样的公开的 我们来看看 台湾的全十大的团体 这是新新闻 这一期即将出刊 他们整理出来的 好他在这边整理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 第一大宗教团体 就是瓷记 他的总财产 根据新新闻的算法 是885.1亿 但实际上 他很多东西是公告地价 所以如果你把它 真的算成 实际上的财产的时候 有人估计 包括海外看不见的资产 至少是2000亿 所以这个数字是低估的 第二名是基督教掌老教会 第三名是佛光山 基督教掌老教会 大概是瓷记的三分之一多 那么佛光山大概是瓷记的六分之一 还要少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揭露的程度 来看看刚才的那一页 好他们在他们的揭露程度上面呢 对瓷记来讲 他的这个基金会跟功德会 没有公布会计查核的财报 另外呢 他的赠灾券目报告成果呢 他有提到经费的用途跟结余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点击预扩 几乎都是一页就说明完了 好另外呢 他们有公布这个服务成果工作报告 还有简易的募款金额跟收支的项目说明 我们看到可能是几亿元的款项 上面就只有一张 单张把它说 就说不明白 另外如果我们大家不相信的话 可以到上面去查询 包括他的这个查询系统点进去 事实上呢 包括他的食物跟这个土地 我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捐给他的东西 他列的蛮详细 但是在总额上面 他就给了一个数字 至于怎么支出呢 他就用大笔的项目去说 比方说这个行政费用 五亿三千六百七十五万 大概是这样 但行政费用的项目是什么 却没有办法详细的看到 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长老教会 是第二名的宗教团体 他的资产 他的各教会几乎都没有将 会计查核的报表 跟捐款明细公布上网 双联教会 他成立的一个双联安养中心 才有公布他的捐款明细 还有呢 他们各教会呢 可能独自有在教堂里面 实体公布收支明细 但这必须代查 并不是每一个都很确定 根据新新闻的说法 另外第三名是佛光山 佛光山有131亿 然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钱还是低估 因为他很多财产呢 是没有公开透明的 好 我们来看看 他的各基金会 都没有揭露会计签合的财报 那么只有这个佛光山的 这个一个基金会 他有揭露 揭露他的捐款明细 还有就是捐款明细 通常我们会发现 捐款明细讲得很清楚 但是支出明细 几乎都复之雀如 这是大家共同的情况 好 另外呢 他的国内外上百座的四产 就是庙产 是不是有申报在基金会的财产 目前是不可知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第四名是中台蚕寺 有88亿 第五名是法谷山 有86.6亿 第六名呢 就是摩门教 有76.8亿 第七名是行天公 有76.1亿 我们来看看中台蚕寺 他们呢各基金会也是没有公布 会计查核财务报表 捐款的明细 那么另外呢 中台蚕寺呢 还有近50处的金社 没有登记为寺庙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法谷山 他也是一样 各基金会没有公布会计的签核财报 那另外呢 他们的财务呢 是不易查询 还有呢 各四产是否涵盖在基金会的财产内 目前仍然是不明 好 我们来看看摩门教的情况呢 全台湾还有澎湖 有64座教堂 没有公布会计查核财务报表 各教会呢 内部呢 一新西红的说法 可能在教堂有做实体的公布 好 在行天公方面呢 有76亿在台北的行天公 基金会跟财团法人 行天公 没有在网络上公布会计查核 跟任何的明细表 我们再来看看 全台湾总资产排名前十名的 从第八名到第十名分别是 弥勒大道有这个宗教团体 我是没听过 67.7亿 还有基督教中国布道会 65.9亿 天主教在各教区 在台湾的部分 他的这个财务是独立的 所以没有把它通通相加在一起 好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弥勒大道 这个宗教团体 他没有公布会计查核资产报表 跟捐款明细 就是一贯道 OK 好 另外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呢 各教会几乎都没有将会计查核报表 公布上网 另外呢 因为每一个教会内部 他们有的时候用纸本贴在那个 主日完了以后的那个墙壁上 所以新新闻说 各教会可能在教堂实体公布 收支明细 就天主教堂来讲 各教会几乎都没有将会计查核报表 公布上网 各教区基金会要修会 所以他劝募的专案 专案呢 他是有清楚的交代成果跟收支 另外呢 因为像这一类的教堂呢 根据新新闻的讲法呢 天主教会 他在各教堂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实体的明细报表 还有呢 他的这个天主教的各修会创办的学校 像静修女中啦 文德女中啦 还有这个辅仁静怡 东吴大学 他们这些学校 当然因为是学校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做一些财产的申报 好 那个东豪在这些新新闻啊 特别的去追这个话题 证明了一件事情 实际之外的 其他各宗教 包括各教派 在财产的方面 几乎都在便宜行事 因为 为什么便宜行事呢 因为 你根本 他不需要你查询 其实刚才在讲到那个宗教法 是 我在简单补一个东西 其实像中海财士 他根本是不希望你监督 但是他希望 能够免税 我都要免税 然后整个宗教团体的问题 到了必须要面对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我们立法院长 王院长过去常常去的庙从寺 庙从寺 庙从寺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八八风灾的时候 你看到他整个后山是崩掉的 庙从寺 我用那时候做历史 他最初的时候多大 只有十平大 十平的面积 你到了今天呢 庙从寺 是以公顷为单位 他的前面 他的前面因为有溪流 所以他很难往前发展 那所以呢 这些民室啊 他要发展的是什么 都是往后发展 那像那个庙从寺来讲 他所在的这个六龟 也就是高雄的老农心沿线 类似的状况 非常多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 也就是说 像所有的寺庙 尤其是佛道 因为呢 你一定要找一个三明水秀的地方 为什么 要呼应地灵人节 因为所有的这些住持啊 这些老和尚们 都是有修道的人 所以名望很高 他不会跟你在都市里面缴获 所以呢 要让你崇拜呢 他一定要找一个风景名声的地方 老农心沿线很多 台北复兴山区也很多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他的庙本来是很小 他开始往后发展 开始往左边发展 他最容易碰到的是什么 国有财产 保育林地 山坡地 所以全部是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山坡地的开发 内湖实际也是一样 保护区的开发问题 那他这些地呢 比如像佛光山 他这个活头园区 我们现在知道的 他有很多的建筑物啊 先盖再说 是没有建筑石照 那这些问题是说 有没有人可以办他 不会有人办他 为什么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宋契利 一个是妙天 过去台北地区 曾经起诉过 可是呢 最后法院都判无罪 对于神的事情啊 人间的法院是不能管的 我还记得有个检察官 在那个起诉书上面 还在那个 在上面写了一大堆 用佛法方面的这个词句 是 然后去证明这个 这些行为 好 那你得知道说 现在宗教团体的问题 有些佛道两个部分 第一个 他会碰到山坡地的问题 保育林区的问题 第二 他们都需要有大的活动 比如说 有一个不在这上面 不在我们列这个表上面 但是他的资产 应该会在前15名的 是灵鳩山 灵鳩山有一段时间呢 在我过去做个调查里面呢 他是全台湾募款的前五名 大概是第五名 为什么 他那时候设立 要办这个什么 世界宗教博物馆 那时候大量募款 你这样就可以吸纳 非常多的善款进来 后来他把这个世界宗教博物馆 单独设一个财团法 你要知道 土地 宝贵民胜 他一定在山坡地 所以你就遇到第一个 你要在救这个 清藏国土的部分 他要救地合法 第二个 他要办很多的活动 他才能吸纳很多的善款 这些善款 那以过去我所知道的 一场法会 一场法会 最起码可以在三千万以上 这都是赠予 这都是赠予 那我们一规定 这两百万以下 这大概是免税 所以国家在这里面 是没有税收的 那他们拿到这东西 就去盖庙 或者做活动 就把它消耗掉 那有的呢 好一点的 我说好一点就是盖医院 因为医院知道你看得到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你没有 你这些收入呢 完全你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呢 我们就真正的来讲是吗 我是在满足我自己的善心 我觉得我做好事 可是你完全没有想到说 随着这些中套产品 不断的发展 它最后影响到的层面 是从环境一直到国家税收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政府是人所组成的 你怎么敢去动神 OK 善来信你的心是很善良的 但是大家的善良 可能就是被利用了 进了广告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